这是发生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俊听到这句话后 无比心酸 连忙去站内食堂 给他打了三份盒饭 更是特意加上了五个鸡腿 因为他知道 火车站卖得贵 怕下一趟火车上这个大哥 还会因为盒饭太贵不满 而选择挨饿到家 行万强接过饭菜 然后用手搁着塑料袋 把饭和菜捏把混在一起 他说他在外面都是这样吃饭的 一大份米饭 跟菜在行万强嘴里 两三分钟就吃完了 然而他的下一句话 使无数国人集体破防感动 一个又没有吃过这样的鸡腿了 人家两个又没有了 行万强一句句心酸的话 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弱的地方 话短扎心 父爱无形 本纪录片献给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人 和全天下无私奉献的父母